這個女孩子她很喜歡吃東西 她不停地吃東西 尤其是甜的零食 臨婚前 用不用我呢? 算吧 也不是好了 零食 睡覺 她這個壞習慣持續了一段時間 之後她的牙就越來越痛 於是她就去了看牙醫 進來吧 Hello 早安 Hello 早安 早安 你哪裏不舒服? 牙和牙痛嗎? 是呀 我呢 左邊哭 然後牙呢 不知為何經常都很痛 好 當然要幫你檢查一下 快點把椅子 好 麻煩你擦大嘴 你那隻牙就鑄了牙 所以就覺得紅 哦 但是呢 我早和晚上都有擦牙的 為何還會有鑄牙呢? 鑄牙其實是怎樣形成的? 吃完東西之後 牙菌膜的細菌會利用食物裡面的糖 凡產生酸食物質 分解牙齒表面 令牙齒表面的礦物質流失 導致鑄牙 然後我現在就會幫你補牙 首先我會把牙齒鑄牙的部分拿走 然後我就會用一些補牙物料 例如瓷粉去填一些洞 之後我就會幫你照燈 令到補牙物料凝固 最後我就會幫你打磨一隻牙 好 那我現在就會教你一個正確的擦牙方法 去令你防止住牙 首先呢 我們就會擦牙齒的外面 四隻牙齒就會為之一種牙齒 我們就會打圈的方法 將每一組牙齒擦10秒左右 然後我就會擦入面 牙齒的入面 就是這些位置 斜斜的 輕輕的地擦 就可以了 這四隻牙齒我就會把它打直地擦 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會再擦牙齒的外面 45度角 打圈這樣擦 上面也是一樣 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呢 我們就要擦牙齒的嘴角面 這樣 這樣 這樣擦就可以了 記得擦牙齒不需要太大力的 但是呢 位置和角度都要適合 還有記住呢 除了擦牙齒我們都要用牙線的 因為牙線可以幫忙清理牙菌膜 而且你現在看到我是沒有用牙膏的 但是你在家就一定要用牙膜 因為牙膜是有flora 是可以用來鞏固牙齒 令牙齒 不會受到酸素的侵襲 那你記住呢 防止豬顏是不需要完全去割零食的 只需要減少進食的次數 和準時刷牙就可以了 知道 醫生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學到一些關於注牙的小知識 拜拜